洞穴水塔你见过吗? 鼓洞里的天然石碑又是如何形成? 为何溶洞入口被巨石挡住? 今天我们跟随当地老人 去往这神秘的猫洞子一探究竟 看这并不起眼的溶洞里面 究竟隐藏着什么离奇的故事? 台阁童说一头原来多个饼量 嗯,过去多个 过去这也有大个好竹子 好一头有好竹子 一头有什么猛手 哪个都说 这个和一个水塔 一个和水塔 这时候呢我们就已经是找到了 当地村民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线路 就要在林子里面开辟一条小道出来 然后接下来呢就可以直通那个 神奇的猫洞子 好,现在出发 大叔说帮我们指路啊 现在我们跟随这个老大爷 进入这个山洞啊 去一探究竟 说里面有水塔 我们不知道今天有没有这个运气啊 可以碰见那个水塔 还有那个 他说还有猴猪 我们去看一下 天板凉快啊 说里酒饭尾的都好些 现在要经过一个狭窄的内部 哦 哇塞 在这里面空间还可以啊 哦 哦 像打地道罐一样 哦 那里空间是蛮大 还有可多远哦 还有可多远哦 汉连人数字是垂直的哦 哦 哦 可能人说这个时候 你是什么时候 那里面就说的远远了 那里面我们还是那个 哇哇嘴江迷远 我记得那里面 是那个 没个平安化 我们可以去看 我们可以去看 哦哦 这里面比较蛮多远 没有 没得年费 没得年费 哦 看着人家掉到选顶了 没过啊 这起码是上万点的 上万点 那里面瞧吧 那里面瞧吧 4.3 你还这么瞧不起啊 嘿嘿 也瞧不起啊 哦 还有木耙子 哦 这儿慢点啊 哦 原来在哪里都看到的水塘是吧 哦 这边的洞道 那两人从来没有人探过 那去啥 他都过不去 哦 你随时从哪里出来的 哦 看这个钟乳石好漂亮 你都还好看一下 这犬牙交错般的钟乳石浑然一体 仿佛天边的云彩坠落人间 美能美奂 现在分成了左右两条动道 老年人说这边的风景更好 你先从这边进去看一看 哎 哦 紧箍棒啊 哦 哦 那这些胆子是成了紧箍棒 他上下那么接一切了 哎他好像是贴的 哎那人感觉 哦 那第三盒 那个意思说看到个好组织的是吧 哦 啊 胆真强 哦 你 你 他在哪里 他在哪里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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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没有破坏的时候相当漂亮 说这个 可惜啊 可惜 还有那个哪个人强雨 这个下面有个地下河 下去看一下 哇塞 这个水不知道 你 这个洞道里面非常的湿滑 这个石头上面都有泥子 应该是骨河床 所以走起路来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看着由上而下生长的石神 好像丰收的辣椒一样 挂满了洞顶 特别的漂亮 这边洞就到了尽头 没有别的洞到了 现在就已经走到了这个洞的尽头 但是并没有发现到人说的水塔 还有豪猪 这个洞里面 虽然说算不算非常漂亮 但是里面的钟乳石 可以看到破坏的比较严重 足以想象 当年这个洞里面 钟乳石没被破坏的时候 应该也是非常漂亮的 那我们这些碳洞就拍到这里了 再次呼吁大家 在野外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 一定要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 不要去搞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不要去破坏洞里面的天然形成的一些东西 好了 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哈喽大家好 今天又是我们探宝内 探宝队 考古队员一行 我们去看一个传说中的一个藏宝洞 那个洞非常的凶险了 我们也是带了绳子 还有带了很多那个专业的工具 这时候去一旦就近 刚才去前面这位老人讲 又是落实的老人讲 那个洞 有一个九层的那个中入石的宝塔 然后据说还犯金光 这样电头照过去就会犯金光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们这时候去一旦究竟 我们这时候就到了老人说的这个洞口 这个藏宝洞 据说 据说在这里下去一个四五米的距离了之后呢 然后进去有三道洞口 最后里面有一个十几米高的树洞 那个要放成一个宝塔 老人说的 然后下去了之后 据说很大的面积 然后里面有宝塔 就是九层宝塔 没有就是宝塔 那人说的 还有那个被他捞住 哦 里面还有野兽 好 现在那个绳子基本上已经挂住了 好了 据说下面有什么四十八个水田是个什么鬼 我这时候下去了 这时候我们是从那个最陡的那个阶梯上面 下来了 有三四米高 也是放到绳子 这时候 这位老年人非常的热心 说带我们去 也不行 继续往下探索 是非常的惊险 按摩上去 非常的惊险 哇塞 看这个 据说我们是专门探洞的 大大小小探的即使上百个洞 但是这么奇怪的钟如石 还真的是第一次看见 今天 不说里面有没有别的宝贝 就单看这个钟如石 确实是 你再往里面看 看 这个 就是从上面掉下来的这个钟如石 可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 都是这种金光闪闪的这种炮物质 特别的奇怪 小钢炮已经到最前面去了 我们现在很担心到的安全 这个小钢炮已经从这里钻过去了 就说这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要从这里钻过去 这个这个洞到这里 看到看到没有 这种断层就是人家把这个敲了从这里 然后扶层爬进去的 然后那个宝塔就在最里面 嗯 我们这时候从这里过去 好 看一下 放一下 放一下 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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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这个 像一块布一样掉在这里 裹上面包糠 炸着金黄 这个石头啊 长得很奇怪啊 我也很超常看的很奇怪 很奇怪 大感觉接受 好 这时候我就 到了这个老年人所说的这个 三层楼深的这个十多米的这个天根这里 我这时候把绳子先穿 先直接丢下去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探索 看一下那个下面是个什么景象 据说那个腰打就在下面 九层腰打 好 好 这时候我把上面拴起来 哎呀 哎呀 好 非常的老手 我准备下去了 你们都注意一点了 大家 大家 感觉一下这个有多高啊 这么高 然后就到了这个 宝塔那里 好 看一下